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新世界》 金门集团是一个犯罪集团 警方为了搜寻金门集团会长的罪证 在集团内部安插进了很多卧底 尤为重要的卧底就是我们的男主李子诚 男主在金门待了六年时间 已经搜集好了罪证 准备开始抓捕金门会长时 会长却被人设计发生了车祸 当场死亡 金门集团不可一日无主 于是进行新会长的选拔 以为自己要解脱卧底身份的男主 却被自己的下级街头人小力告知 有了新的计划 让他继续留在金门 可此时的男主老婆已经怀孕 男主不想再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 没想到警方以老婆和孩子来威胁男主继续做卧底 男主感觉很无奈 但为了老婆和孩子只能继续坚持着 金门的候选人有三个 一个是早就没有权势的老二 一个是华侨老三 男主就是他的手下 再一个就是常务理事老四 老三跟老四两人的势力不相上下 金门老会长确实之前 有意将位子留给老三 于是警方根据金门的现状 做了一个新世界攻略 要让老三跟老四相斗 扶持容易控制的老二上位 也趁机瓦解集团的势力 男主跟老三的关系非常好 两人有过命的交情 老三特别信任男主 而此次的计划是由黑书策划的 黑书作为男主的上司 跟他做街头工作 黑书通过男主知道了老三的行程 于是在机场截住老三 带回去审问 黑书给老三提供了老四的犯罪证据 希望老三跟他们合作 一起抓捕老四 而老三就可以坐上会长的位子 老三的相互一起 断然拒绝了黑书的建议 事后老三猜测 帮拍内部可能出了卧底 于是高价请了黑客 去攻破警方的系统 获取了警察的内部资料 而之后 黑书与涉嫌杀人犯罪 等一系列罪名抓捕了老四 在车上拿到卧底资料的老三 向手下再三核实 这份资料是否可靠 因为里面有一个他最信任的兄弟 最终老三还是没选择下手 打电话给男主 邀请他看一场戏 男主冒着大雨 来到了仓库 老三让男主看看 同类装的是什么 男主看着熟悉的面孔 小力 瞬间额头上的冷汗流下来了 之后 老三给男主一份资料 资料里是另外一名卧底 是男主的小弟 这是黑书安插在男主身边的卧底 很显然黑书并不信任男主 之后 男主怕小力死前受到更大的折磨 选择亲自动手 与此同时 黑书拿出证据 让在狱中的老四 相信老三已经和警察合作 他的入狱就是老三提供的证据 之后 老四下令 不惜一切代价 杀死老三 男主却跟黑书接头 黑书竟然怀疑男主 为什么没有被杀 并且告知男主 警方的系统被黑客攻击 所有的卧底资料都被窃取 还告知男主 他的警察资料在警方的系统里 已经没有了 知道他身份的 只有黑书跟局长 还有他自己 并且告诉男主 今后需要扶持老二上位 此时 老三经过一番血战 身受重伤 住进了医院 与此同时 男主的老婆 被老四的人追杀 还好警察早就派了人去保护 但由于惊吓过度导致流产 先是兄弟与男 再是老婆流产 这一系列的打击 让男主差点崩溃 老三由于失血过多 所以没能救活 拼着最后一口气 告诉男主 人活着 必须要狠 此时的男主 已经被选为副会长 老三让男主 去他的保险柜看看 那里有他 留下给男主的礼物 男主在保险箱里 看到了自己的警察资料 和之前老三送他的手表 当时男主拒绝了这份礼物 这次选择戴上他 也是选择继承老三的位置 在召开竞选会长那天 老二先一步下手 将男主带到屁远的地方 准备下杀手 可是男主早已布置好一切 老二被人捶死 老四因证据不足 被无罪释放 但出狱就被人杀死 与此同时 知道男主身份的黑叔 跟局长也先后被人灭口 男主顺利成章地 坐上了会长的位子 撑了进门的老大 坐在椅子上的男主 思绪闪回以前 回想起当初刚当警察时 黑叔选他当卧底 还有和老三性命相交的场景 两个人去抢地盘 和一群人拼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 一直等你哦